柯文哲上任100天快狠准的做事风格 常常是祸从口出为失言道歉 不过呢 柯文哲的真情流露 也为沉闷的台湾政坛带来了 不一样的行事风格跟节奏 接下来的这则新闻 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柯市长的真情表现 我会转送给别人 那个对我来讲没有用啊 不然就拿去破红袋 到底是可以买一些钱的嘛 这是柯文哲上任刚满月 脱口要转让外宾礼物的不当发言 从怀表风波 殖民说到进口外配 上任初期柯文哲平均一个月就会说错话 经常为自己的失言频频道歉 这个还是跟外交部表示抱歉 那个就是那这样就是我讲错了 有时候就吃烧饼会掉芝麻 刚好掉芝麻吃食度实在太多了 柯文哲快狠准风格 话没有修饰就脱口而出 常常公开道歉 不过最担心自己太诚实 做好有时候比做得快还要重要 所以在我们在追求速度的时候 还是要做各种的修正 人家说失言你知道 我说失言不是问题 我是讲出心里面的话才是问题 柯文哲虽然老是失言 其实也凸显了他的真性情 如果他当时是最悔在环东 我们整个大动脉就动弹了一条 还有一点他离那个高价高压电线 只差五十公尺 所以那个驾驶还是 尽力了 少数会在镜头前落下男儿类的手掌 柯文哲出席228纪念活动 台上致辞回忆起过往 一切心酸涌上心头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在我参与台北市长的初期 我的父亲极力的反对 他说我在二八失去的父亲 我不要以后再失去的儿子 为了这句话 让我开始思考 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汤给下一代 也因为这句话 让我下定决心参选 没有一般政治人物的特质 少了权贵身份 外科医师背景的柯文哲 有病就要医的个性 上任一百天 处理财团BOT案缺失 从台北大巨蛋 松烟文创园区 到鸿海三创中心 把关市民利益 不惜杠上财团 本政府 台北市政府不受财团威胁 没有一家财团可以用说 限48小时内 要台北市政府做什么事情 难道不然他就要停工 这就是目前这个国家最大的悲哀 财团怎么可以如此的嚣张 柯文哲向财团宣战 在他的字典里 没有官说这回事 是非分明 上任第一天就处理了许多前任官员 长期不敢触碰的议题 先跟你讲一件事情 如果在法轮功人被打上网 我就把你换掉 这段对白 在显科文哲改革魄力 上任一百天 要继续用他的针 翻转台北 改变成针 新唐人亚太电视 整理报导 明镜亚太电视